被带到恶魔岛监狱服刑 这是一座号称无人能越狱的监狱 犯人全都是单独关押 预警24小时巡视 预警数量是普通监狱的三倍 监狱长找到谈话 警告他老老实实地改造 想从这里越狱的犯人只有两个结果 被射杀或者被淹死 阿末一脸无辜地听监狱长上课 顺手偷了他的指甲钱 回到牢房 他把指甲钱藏进圣经 变态阿狗盯上了新人阿末 不断就在进行骚扰 阿末不愿和他废话 对准他的肚子一阵狂揍 想把肥皂塞进他的狗水 想在监狱生存 自然要有几个朋友 监狱大哥阿黑挺欣赏阿末 主动想的是好 喜欢画画的老王提醒他 小心阿狗报复 果然没过几天 阿狗就手持猎人袭击阿末 伸手脚劫的阿末 堵过空气 上去就是一脚 杀红眼大狗 预警都不放过 人都被关进禁闭室 禁闭室里暗无天日 还要喷水 实在是不好受 椅子后阿末被放了出来 隔壁牢房来了个新人皮特 简单打了个招呼 也算认识了 这里监狱长巡视牢房 发现老王把他画得有点丑 监狱长命令手下 剥夺老王的绘画权 老王的绘画工具全被没收 唯一的爱好已被剥夺 监狱工厂里 老王拿起斧子砍断手指 以此表达对监狱的不满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阿末 几乎看到了自己的余生 坐在床前发呆 注意到水池下面的通风口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一对越狱失败的兄弟 被送进恶魔岛监狱 两人不相信这床监狱没有漏洞 晚上的时候阿末用指甲前挖墙 还尽能挖洞 月月有了希望 皮特老婆来探监 带来一个坏消息 妈妈去世了 皮特悲痛于学 想要尽快逃离这里 吃饭的时候 阿末说出了自己的越狱计划 潮湿的空气腐蚀水泥 也令金属生锈 老房的墙壁 没有想象中的坚硬 皮特和两兄弟非常感兴趣 制作简易冲击船 最后就是相互协作了 说看就看 皮特放手阿末挖洞 指甲点太小 不好用力 手都快磨烂 四人在餐厅上夜 看了金属勺子 阿末寄上心来 他偷了一把勺子 利用传统工艺 把指甲到焊接的勺子上 一把微型铁销就此诞生 挖洞的进度明显加快 两年后阿末房间的洞已经挖好 其他人也在紧张开挖 他用收集的报纸 水泥胶涂料 做了一个假的通风口 同伙从监狱里发电收集头发 他们制作自己的甲头 对着镜子逐步完善 阿末放好甲头 钻出墙外查看地形 爬过密集的管道 来到一处平台 想要到达屋顶 必须通过通风管 可这里有铁栏杆 晚上阿末带人再次查看地形 通风管出口被焊住 想出去需要一把电钻 这可真够难为人的 偷电钻不可能 那咱就自己组装吧 阿末偷了一个电风扇 同伙从工赏偷了一些零件 趁着夜色 组装成一台简易电钻 两人再次来到屋顶入口 小了根铁棍把入口敲大 阿末钻进东道 接过电钻 开始施工 电影院里 四人约定周二晚上行动 阿末悠闲地等待周二到来 监狱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突击检查他的房间 还好突风口尾装的比较到位 才躲过一些 预警回报 阿末和皮特最近走得很近 监狱长下令给阿末换个牢房 将他们分开 越快越好 那就周二早上吧 阿末从进兵室里放了出来 为时要继续报复阿末 阿末临时决定行动提前 今晚就走 放风时间 阿末接过帮手递来的凶器 缓缓走向阿末 黑老大出手相助 拦下了阿末 夜幕降临开始行动 三人心钻出牢房 皮特还在纠结犹豫 时间不等人 三人接力进入通风口 探照灯还在巡视 随时都可能暴露 先出去的人等待探照灯盲区 招通知同伙 配合得很完美 皮特纠结半天才钻出牢房 可屋顶通风口 他一个人是上不去的 越狱注定合得无缘 三顺着管道爬出监狱 翻越最后一道铁网 越狱成功了一大半 来到海边 又嘴给涛之羽翼冲击 一艘剪衣橡皮艇成形 他们趴在上面 向了自由死去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狱警才发现 阿末是个假人 警方出动大令警力 搜索附近海狱 监狱长为了面子 坚称他们都淹死了 搜索持续几个月 但都一无所获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逃出监狱的三人 至今逍遥法外 恶魔岛是为美国加州 旧金山湾内的一座小岛 距离陆地2.4千米 承受恶魔岛联邦监狱 如今是对外开放的景点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登岛参观 本期不通话题 有人说 肖生克的救赎 就是借鉴了